好,來到最後一集,就是打最後的Dr.Willy 會是去到一個,只是打他而已,沒有其他怪打 這裡一開始就請你,其實應該已經把你的手掣推向右方 這樣的話就會貼著牆,是會過到 不然就像現在一樣,要等上面滴下來的血過了 其實一開始應該,你如果按向右的話,已經貼著牆壁 你就可以像我現在一樣,不斷向前衝,那些血敵不了 因為那些血敵到就會扣很多能源,所以這裡必須要小心 然後換了Bubbleman那種武器進去打他 用其他武器都打不到,只能夠用Bubbleman那種武器 有點奇怪,他自己設計出來的機器人 你設計到可以用武器打到他 我不知道你想怎樣 他會選擇一個數學上無限大的符號來走 以及他會不斷發彈 發彈其實你小心的話就不會怎樣做 因為其實他發彈的方式就是 瞄準你所身處的位置來打你 即是說,只要你在他發彈之前 即是你猜對他的發彈的字首 然後在他發彈之前,幾秒向上跳 或者前頭移一移 其實已經有機會避到他所發彈的 反而這裡最要小心的就是 你必須要在他那個 因為他走的方向是無限大的 所以必須在他無限大的符號的 鬼祭的下半段的時候 你才能打到他 而由於你那個Bubble 噴泡泡的射程源 而且他會傾向於... 即是拋物時的跌入射程 所以呢 你一定要是近距離打他 但是近距離打他,你不能撞到他 只要你撞到他 那你會扣成一半能源 即是就算你是滿了能源 你只要撞到他兩次都會死 那這個是必須要小心 即是寧願中他的彈 因為你中他的彈 其實我這裡就... 小心就不需要用衣罐寶的 我怕不小心撞到他會扣 因為剛才的情況 只要撞到他一下 就會沒有半條能源 你都是會死的 因此就... 反正最後就要用衣罐他 用衣罐之後呢 基本上就... 只要你不斷撞到他的人 基本上就成功在握的 因為能夠打到這裡 都應該已經了解了他 即是行進方向 以及攻擊你的雜性 那... 小心一點去打直到他 那一直... 那一直... 那一直重複幾次 那樣 那... 即是... 雖然都有中彈的情況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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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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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